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广东的深圳 这里是深圳的罗湖口岸 今天这个视频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罗湖口岸的现状 以及深圳火车站的现状 今天是1月17号,现在是下午的13点28分 可以看见罗湖口岸的依旧是大门紧闭 因为现在香港的疫情还是比较严重 可以看见这个吞岸的大门口都是大门紧闭 基本上是看不见什么态度的人 往这边走的就是深圳火车站 对面就是罗湖三叶城 具体也不知道这个罗湖口岸什么时候才能够开放 反正时间是一拖再拖 然后可以看见这个深圳火车站这里的很多店铺都已经关门了 可想这个疫情影响还是特别的严重 下面沿了这条路了 给大家去看一看深圳火车站的现状 毕竟深圳火车站也承载着很多的青春足迹 特别是不少六年后以及七年后 将自己的青春肌肤都奉献在深圳 这个深圳火车站也是不少打工人的第一站 它这个馆场是非常的小 但是这个安保措施做的是非常的到位 短短40年的时间我们见证了深圳太多的防华 不少的人也在这里实现了它的丰功伟业 你看这周围全都是高楼林里 真的是太繁华了 好现在呢我重点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深圳火车站的历史 以及它的一个演变过程 由于这边也在这里重新的扩建以及修建一些雨棚 所以近距离的就不好给大家看深圳火车站 所以我现在走到马路边上 给大家去看一看深圳火车站的全面貌 因为我们来到一个城市 百分之八九十的人 首先来到的就是它的火车站 所以火车站呢作为一个城市的蒙古担当 也无不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历史 以及它的发展过程 好现在已经在这个马路对面了 这个深圳站的原名呢之前叫罗湖站 后面呢改为深圳站 这是一个非常伟大让我们骄傲的火车站 为什么会说只好和伟大呢 因为它是中国设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 这里主要运行的铁路就是管九铁路 管深铁路 金管铁路 它目前的一个站立面积呢是有6.9万平方米 是隶属于中国铁路广州局其他有限公司 管下的一个一等站 这边进站口的 还是有很多的人的 都是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箱 因为要过年了嘛 你看这都是提着很多的行李箱呀 坐火车基本上泡面都是标配的 你看 其实深圳火车站的人流量啊 这样一看上去真的并不是很多 因为它运行的线路并不是特别的宽管 只有四台八线 而且深圳的火车站特别多 像有东站啊北站啊 反正就是特别的多 下面带大家去看一看售票处 看一看售票处的人流量到底是一个什么现状 毕竟现在很多的公司或者说是工厂都已经放假了 但是现在疫情防控还是做的非常到位 很多人呢都是选择留在深圳 可能都不会回去过年 走到这个售票大厅里面呢 给我的感觉非常的意外 真的是出人意料呀 真的不敢相信现在自己的眼睛 毕竟再怎么样深圳火车站也是一个一等站 而且呢也是中国非常核心的一个站 但是这个里面的人流量啊 真的是太出人意料了 售票处没什么人 反而你看出站的人会比较的多 进站的人并不是很多 这个情况有点出乎我的想象 我以为 深圳火车站的人流量会比较多了 因为他这里也是运行了很多的普通的这个铁路 你像深圳北站它就只有高铁 但是深圳火车站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火车 这边的交通还是非常的方便 深圳火车站这边是直接可以到香港去的 地铁在这里呢也是纵红交错 还有汽车站 当然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深圳火车站 其实也是经过很多次的改建 当然了它的历史并不是特别的久 在1991年10月12日才开始投入使用 在1988年深圳站就已经实现了全站的互联网售票 也是中国首个运行自动售票机的车站 所以这一点还是值得骄傲的 它这个站内可以同时容纳1万多名旅客进站后车 它一共是有三重结构 采用的是高架后车 东西进站 地下出站的乘车方式 总而言之我觉得现在的人 并不是太多即便是要过年了 好以上的就是关于1月18号下午13点28分 深圳火车站的现状 以及对于深圳火车站的介绍